直擊死豬源頭病毒橫流 飄浮的豬絲 7萬隻生豬 在短短兩個月突然暴斃 引起中外媒體關注 我們去到被遮死豬源頭的浙江省嘉興市太太 豬龍說死了的豬都會送去這些處理池 又否認亂等死豬 說政府會幫他們搞定 處理池的死豬都很滿 周圍會消毒的痕跡 衛生環境更好差 我們還發現有些死豬被棄在化分池 當地一個獸醫說冬天死了很多豬 估計他們感染了不同的病毒 患了流行性輻射和呼吸道疾病 人吃了這些病豬的話可能會患肝病 有徒仔人員就說沒有人敢買這些死豬加工 只好丟掉它包括丟在江上 在上海黃浦江下游 昨天還有打撈船捉流亡之豬 但令人不安的是 這段江正正是一個治療水廠的水源保護區 雖然當局說水沒事 但有民眾就說不敢喝這些水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從哪裡來看 有大事